而佩洛西访台是大财北京红线 北京除了对台湾技术制裁 大陆解放军连日来 也出动了各项战机对台军演 根据CNN驻台记者的观察 北京对台军演似乎没有对台湾的民众的生活造成太大影响 CNN对北京是否真的会对台军演 大多数的台湾人认为 北京不可能真的武力治台 也有民众认为过多的担心其实没有帮助 因为北京打过来也无能为力 来关系香港的新冠疫情 从3月以来再度回升到单日新增确诊6000例 B2.5的比例上升到30% 很有可能会成为主流 而住院长者确诊数也增加 会加强来安排长者出院检测 确保长者的CT值高于30 不具有传染力才会送回养老院 香港疫情持续回升 第五波疫情3月高峰回落以来 再度单日新增6000例缺诊 长者及3岁以下感染率较7月增加 B1.5的比例已经上升到30% 很可能成为主流 很多人都是没打针 或者是之前没感染过的 就未必有免疫力 特别是小朋友或者是老人家 有些我们的打针率都是差点的 住院长者确诊数也升温 医管局会加强长者出院检测安排 确保病毒CT值高于30 不具感染力才送回安老院 保障院友及员工的安全 旅客入境香港检疫隔离 从8月12号开始改为3加4 3天饭店检疫之后 4天自我医学监察 可自由活动但要定期核酸 实施一星期以来输入个案中 有一半是在机场检测发现 约两层在第4到第7天的社区检测发现 跟当局原先估计采取新政策后 社区发现的比率差不多 大陆长调动态清零 而香港则开始放宽检疫隔离 港府长调与国际通关 跟争取跟大陆缅检疫通关并不矛盾 会同时努力去做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景华的报导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 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 希望大家爱用咯